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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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個男子 嘶嘶嘶嘶嘶文文的 不錯, 是醫生, 適合阿玲 你看看你, 生癡貓入眼 看也無妨 阿玲, 不過話說 你要看看阿玲的意思 行了… 阿玲, 過來… 你看看這個男子 不錯 你也覺得好嗎? 阿玲, 他叫阿斌, 是醫生 那又怎麼樣? 阿玲的意思是你以後找老公… 看著, 絲絲文文, 絲絲精精 是嗎? 阿玲, 即是以後… 以後一定會有女兒 是呀 阿玲, 就是這樣 你媽擔心你有病 故意找醫生替你保命 正經一點就行嗎? 話說回來, 女兒 其實見面也無妨 不過, 爸爸媽媽一定尊重你的意見 不會逼你的 那我就不去了 女兒, 人家是醫生, 生得有絲文 有甚麼不好? 媽媽, 不是醫不醫生的問題 我聽人家說 傷看的那些 很多爭執不會有幸福 我看書上說, 愛情是要經過緣分 還有相處, 還有時間的沉澱 這樣才會有幸福 女兒, 媽媽找得這麼辛苦 不如你不斷去見面 或者會有感覺呢? 爸爸, 你說了公道話 媽媽, 現在叫我去相看 包辦婚一梅雀之言 對了, 話說回來也是 物極必犯, 逼上梁山, 實聽作犯 你逼她做甚麼? 我甚麼時候逼她? 老媽, 正所謂蘇州過後沒有艇搭 媽媽, 你好像說得真好 好啊 不如你去吧 阿蔡 總之呢, 我不去的了 靈… 你看看, 你看, 你怎麼教女兒 這麼好的男生你都不見了 真棒 我打電話 甚麼事? 阿娥就逼阿菱去相看 阿菱又不好 突然說老虎罵我爛邪 你說甚麼?你說阿菱 昨晚拿去看嗎? 你先放下把刀吧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阿菱有沒有答應? 如果阿菱答應了 阿娥就不會罰我爛邪 對著我出氣了 這樣也很糟 豈有此理 現在是新社會 又不是舊社會 又不是封建思想 你要知道 現在是自由戀愛的時候 不能止腹回婚 這樣做那時太過分了 犯得特大的錯誤 你一定要制止她 請問一聲 你是阿菱的表達 還是我是她的表達? 這麼緊張? 沒有…我關心她而已 還有, 阿娥這頭 又要把我夾住阿菱 捉她去相看 那你說我… 有沒有搞錯? 這樣就是逼阿菱 怎麼可以這樣強迫阿菱? 到時候 整條高地街的人都知道 阿菱不幸福, 那怎麼辦? 人家現在相看而已 不是結婚 現在逼她相看 明天逼她生兒子 到時候阿菱就沒有了 知道, 關你什麼事? 那當然關我事 大家都知道 我對阿菱是有… 有義 有情有義的 大家都知道 文哲偉是我大哥 她妹妹就是我妹妹 我妹妹得我都幸福 我當然是容忍的 不, 你們全都知道了 是 麥叔畢竟告訴我們 不過你不用怕 我們會撐硬你的 阿菱, 相看這些事 是那些邏底橙的人才要去的 你為什麼要去? 你們別這麼煩 你以為我想去嗎? 是我媽媽強迫我去 阿姨 阿菱, 阿菱 阿菱 阿菱, 阿菱 阿菱, 阿菱 阿菱, 阿菱 阿菱 阿菱, 阿菱 阿菱 阿菱, 阿菱 阿菱呢她今天有事 沒有空來叫我和你說一聲 不好意思 不要緊 我們三個喝, 一樣的 阿菱 阿菱, 你想吃什麼 我去拿 我喜歡吃糯米雞 那… 她喜歡吃春捲 好…我現在去拿 謝謝你 謝謝 去哪裡? 那… 媽媽, 你說這樣 來到大家見面 那就可以走路 你坐一會就說走 人家覺得你很沒禮貌 又會覺得我們家很沒家教 知道嗎? 那我去廁所行嗎? 可以, 初去初回 快點回來 再見 謝謝 算了 算了 阿菱呢? 我去廁所了 很快要回家了 好 吃東西… 自己來就行了 阿菱呢? 你覺得我們智靈怎麼樣? 好… 很好 那就好了 我之前還挺擔心 你們不適合我 那現在你說好 那我就放心了 其實好像你這麼好的條件 是不是會很多人跟你相親 你真是笑死我 真是秀田就沒有人家 當然是有人爭 如果是好田路 怎會被人家看這麼多次 那倒是 是呀, 雙雞那些 那些 那些是拔薑的頭皮 就行了 就行了 西虹, 初晴 很適合的 喝茶 是… 沒有, 我來講的 很適合而已 只是拔薑的頭皮 很肉酸 對, 很肉酸 很肉酸 慢慢吧 他們是高地加鐵街光 好… 喝茶 好… 其實, 你也算是挺斯文的 人家閉嘴 我跟你們說 有些人 真是很開心 都是去外表的人 那倒是呀 斯斯文文, 嚇到你暈 就是呀 到時候你後悔的時候 你才知道自己是傻 看別人的樣子是斯文 我也很斯文的 對… 不好意思 我幫你打個招呼 你們兩個人好了 說幾句句有骨的什麼意思 有個警告你們兩個 再是這樣 你就死了 不好意思 有些事情要處理一下 好… 阿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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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也在嗎 是啊 是啊 阿玲 你不是過來雙體吧 我快走… 快走了 阿兒, 這間戒指還沒吃 阿玲呢, 很害羞, 你不要介意 沒關係… 吃東西 喝茶… 對了 孩子沒來的 他生得挺好嘛 她的身體一向都好 她又很喜歡拉姨姨 一吃完晚飯 她就約了朋友一起在那裡 不錯… 不如找日外探望她 好,我明天休息 不如明天過來吃飯吧 好,我明天也有空 我回來了 阿龍,我叫你不要逼女兒 想甚麼看 你還要明天知道女兒不喜歡 叫那男人回來吃飯 我沒有告訴你,你怎麼知道 我而不暫著 你怎麼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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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行的 爸爸一定支持你的 但是看著步行步 再想… 爸爸 站在這裡 那是你們嗎? 認得了吧 我是叫阿貞, 他是叫阿豪 人家叫我們精武英豪 有甚麼事? 沒有, 想提醒你 賴蝦帽就別想吃天鵝肉了 阿玲有很多人追 何時輪到你, 年輕人 原來你也喜歡阿玲 所以昨天在茶樓那裡 才搞搞震 就是這樣 他怎麼想呢 你不需要理會的 但是如果你想贏我們兩個 最起碼這些條件 要比我們好才行 就是這樣 開口又說廣州三月老 醫生司機豬肉老 我是賣豬肉的 而且是在這條街 嫁給我, 我說一餐餐有肉吃 不用吃飯 你不怕 那你是做官行的 司機 醫生司機豬肉老 那我在山陽醫院做醫生的 那就是… 好… 我知道 那你做醫生的 那我就是你排第一 其實家裡有個醫生真不錯 有甚麼頭暈新興 不用去醫院排隊 靖 那是誰的 你還好說 你明知道他做醫生 為甚麼不做響 阿玲不會跟我說 哥仔 不好意思 打擾了 走吧 現在做醫生的 肯定是有錢的嗎 有錢買三鑽一響嗎 上海牌手錶 鳳王牌自行車 還有華南二車 你有沒有 還有中國牌手機 一件都不可以少 你說的這些東西 我全都有了 而且還可以買上的下的 還有滴滴滴 那上的下的是甚麼 這是甚麼 就是說 上身一套滴滴的衣服 下身一條滴滴的褲 熱烈烈的 誰穿 冬天呢 可以穿滴滴 夏天可以穿的確量 那你那些油滴滴的 有甚麼東西 整蠱造怪 油滴滴 油滴滴 就說手錶 不是有上海手錶嗎 那我打算買兩隻 一隻給阿玲 一隻給阿娥醫 那條滴滴滴 那條滴滴的衣服 真是 你懂得走萊姆政策 你幫別人 幫別人 這兩個都有 又說他們的計劃天衣無妨 現在弄一條糞便出來 阿玲 阿玲 我剛下班經過 對了, 一起走吧 甚麼一起走 你給我站在這裡 現在人齊了 我不可以再忍了 我還是要跟他們說個真相 其實阿玲是我的女朋友 阿玲, 是不是真的 阿玲, 原來你們兩個已經在一起了 難怪你最近不找我了 我真的很傷心 但是我看到你們兩個在一起 我也很替他們開心 我還有一個證人君子 我是不會做那些拆散別人 棒打軟的這麼陰質的事的 既然事情也這麼做 看來阿娥請我吃的這頓飯 也沒必要去 但是禮貌上 我還是跟她說一聲的 你搞定了, 我也說過聰明才智 肯定可以處理這些事情 你看, 過手了 衝…衝你的頭, 衝 她說現在要跟媽媽說一聲 現在糟糕了 媽媽, 你好 我們看看吧 等她回來, 我先問清楚 媽媽, 胡細豪回來了 你們兩個站在那裡 你告訴我, 你和胡細豪到底是甚麼回事 阿娥姨, 其實我和阿玲兩個在談戀愛 閉嘴, 我沒有問你 你說, 馬上說 我呀, 你這麼大聲 你怎麼嚇到女兒 麥叔, 原來西豪和阿玲在談戀愛 談戀愛是嗎 好呀, 談戀愛跟誰談都沒所謂 男的也可以 是呀… 是呀, 所以我們別管那麼多了 阿娥姨, 人家談戀愛跟你有甚麼事 阿娥姨, 她是阿玲的追求者之一 甚麼 那…妖嬌淑女君子好求嘛 但是這樣, 我知道西豪和阿玲談戀愛之後 我就會主動退出的 君子不奪人所好 我不會像有些人那樣 死前難打的 好…別吵… 你們聰明, 我也不笨 一看就知道你們三個在這裡 扯貓尾 阿娥, 無論真是假, 扯貓尾好 既然他們都認了, 就有她 正所謂女大女世界, 你也別管那麼多了 阿娥姨, 我和阿玲是真心相愛的 好 阿娥姨,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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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玲, 進房間 我不相信智玲會喜歡你 別說貼飯碗了 你連那個臨時工也沒有 她平時對你呼呼喝喝, 她會喜歡你 阿娥姨, 說話不可以這麼說 正所謂, 靈欺白騷工, 莫欺少年窮 對呀, 阿玲是看著我, 有尚進心 你相信我, 我明天賺錢 肯定可以讓阿玲 你告訴我, 你們什麼時候開始 今年四月 對呀, 四月 今年四月, 四月, 你還沒來高地街 之前你又說不知道阿玲拍拖 現在又說四月份 你還要是阿玲的追求者 不是, 阿…阿豪說給阿晶聽的, 爸爸 是呀, 昨晚我喝醉了, 跟你說 是呀, 我記得了, 記得了 就這樣了 智玲, 不用裝了 出來 你告訴我, 你和胡西豪拍拖 不讓竹高貞知道 你想竹高貞繼續追你是不是 不是我 你想一腳踏兩船是不是 不是 你想清楚才好踏我 不是 如果是真的話 你就是思想助風墮落的人 是敗壞門風 不是那麼嚴重的 你聽說是我, 其實是我 閉嘴, 兩個走開 你親自回答我 你親自回答我 我這樣做也是多虧你而已 我沒有跟小孩拍拖 不過, 每個人都沒有追我 我這樣做是因為我不想相看 我真的要是 原來是這樣 原來是這樣 難怪你們三個那天在茶樓 弄古作怪 我已經說錯了 別逼得那個女兒太緊 承認她的俗話 那女兒有壓迫, 那女兒有反抗 媽媽, 我也是想自由戀愛 找一個自己喜歡的男朋友 難道這樣也有錯嗎 對了, 女兒說得一點也沒有錯 媽媽, 你現在不是幫女兒 找她喜歡的老公 而你呢, 就在找你自己喜歡的女婿 你只是為她著想的 自大, 女兒大了, 有想法的 你為她著想的過程中 你也要尊重她才行 其實呢, 我覺得智玲找得很對 自己選擇的, 才叫自由任務 你看看, 智玲一出事 她兩位好朋友, 馬上挺身而出幫她 可想言之, 她平時是多受人歡迎 多好人緣 其實我有緣可以認識她 我也很開心 你說, 至於可不可以談戀愛 或者進一步發展 其實要看兩個人一起合不合 才可以定得到 並不是說一眼之緣 那既然智玲她看不合我 我也明白 強勞的瓜不甜這個道理 勉強沒有幸福的, 是不是 我唯一希望就是 可以繼續跟她做朋友 聽你們這麼說 我的思想可能真的太守舊了 原來現在的年輕子女 都是喜歡自由戀愛的 是呀, 沒錯, 難得你開明 現在時代不同了 在社會上進步 這些年輕子女 她亦都與時俱進 思想, 開放了 我明白了 自由戀愛嘛 好了, 那豈不是一天都說了 醫生真是醫生 說兩句話, 和醫就馬上開要了 是呀 這樣吧, 兄弟 以後你來高地街買豬肉 我一定要做漂亮的給你 還有, 你當我零是朋友 即是當我是朋友 到時候你要買甚麼煙煙酒酒 我絕對給你一個好價錢 好… 還有, 如果我們街坊 有甚麼頭暈身慶的話 找你看給別人 要貶閉的 坐牌 對 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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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